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昨天稍微讲到了一些关于戒律的部分 那么今天这里我想提一下 就是之所以会有这些戒律的制定 其实需要感谢那些犯戒的人 那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英国的这个著名的学者 她是对于这个印度很多的文化 尤其佛学上有很多的研究 她叫做霍娜这位学者 那她的研究的一个想法是 她说呢她透过了佛陀的律葬当中的研究 她发现她看到了乔达摩就是佛陀 她的僧团当中 有许多懒散还有懈怠 还有很贪心的这些比丘跟比丘尼 而且这些僧人呢 这些僧人呢他们是喜爱奢侈 然后追求享乐 而且是会制造一些不和睦的 那这是这位霍娜学者 她从律葬当中看到的一些记载 但是呢她接着也说 她也写到她说 如果我们坚持地认为 看到这些就是这些内容 就坚持认为说 僧团当中充满的都是这些 所谓的丑闻好了 或者说这些弊端 觉得僧团中都是这些错误的行为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当然毫无疑问 就她继续说 这位学者也提到她说 这些问题是存在 但是呢 只因为这些 已经可以说 记录在案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 都有记录这些公案嘛 谁犯了什么戒 治了什么 然后再犯了什么戒 等等 记录在案 这是因为犯了错嘛 所以会记录下来 那如果只因为这些 已经记录在案的内容 然后就夸张说 这些情况 他们这些情况是非常频繁的 所以就夸张这些的频繁程度 然后却缩小了 那个乔达摩时代 就佛多时代 有许多比丘 他们的正直 还有他们的虔诚的话 如果这样子去想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不公平的 或者说不公正的一件事情 同样呢 这位学者他也说到 在绿藏当中 也记载着有很多这些品德高尚 还有性格很温顺的这些比丘 比如说他们对于他们的一些同伴 那些不良的行为 他们也感到非常的烦恼 还有也感到这种羞耻 或者说感到一种不满 但很多时候 我们却因为太夸张于 觉得生团中都是那些 好像丑闻弊端 所以都忘了 其实也有很多这些品德高尚 和性格温顺这些比丘哦 他们也其实也对于那些不良的行为的那些 他们也是有烦恼羞耻和不满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霍纳学者 他里面又写到他的感想 接着这个学者他又继续讲 他说 他继续写到 他说 对于那些不可避免 会存在的道德的堕落者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我们应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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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存感激 我们应该对于那些 犯了戒的 那些比丘和比丘尼 过去的那些圣团当中 的那些 所谓的道德堕落者 我们应该心存感激 只因为他们 所以佛陀才会制定下许多的这些戒律 才会留下这个戒本 这样子的遗产 如果僧团中 都是这种正直 或者说很谨慎的 这些比丘和比丘尼 然后都是很坚定的 他们追求着这种 泛行生活的这样的目标 那么我们现在 其实根本都不会看到 所谓的律葬 戒律 还有这些戒本 都不会看到 这些东西都不会存在 因为佛陀根本就不需要制戒了 所以这些律葬戒律戒本 现在也都 我们也都看不到 而我们现在 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透过了这些律葬戒律 还有戒本 能够去还原 或者去看到 过去这些僧团的 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 了解到当时的 甚至印度的 或者说当时佛教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透过了整个戒律 制戒的因缘 就能够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 当时的整个的 这个佛教的情况 所以 这些律葬戒律和戒本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就是这位霍娜 他就提到 所以他说如果这些戒本不存在的话 他就 我们就只能 透过这些 经藏众和灵心的一些记载 了解僧团的早期历史了 那么再来依照 藏传佛教的律点来看 其实佛陀最初建立的僧团 就是吴比丘 在吴比丘之前 佛陀佛教里面是没有这个僧团的 那吴比丘也是最初听法的 佛陀说法的对象 那么他们就听闻佛法之后 成为了所谓的圣僧 那么就是最初的僧团 所以总之呢 最初的僧团就是吴比丘 那么依照这个律点我们来看 他们在最开始 跟随佛陀出家的时候 他们穿着的这个服装 还是依照以前的在家的袍子 穿着的在家的袍子 所以当时很多在家信众 会有一些质疑 就是你们这样的穿着跟 这个商人 或者跟这些有钱人家子弟 穿着是一样的 不就是现在大家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些印度人 还是会有这样的穿着 有没有那个布啊 就这样把它 就像袍子一样 或者那种裙子 把自己这样围起来 但是后来藏传佛教的 这个裙子就变成是一个 一个筒 就变成是一个圆圈的一个筒状 过去是没有把它变成是一个圈的筒状 所以以前呢 它不是一个筒状的 它是分开的一片的 你要再把它这样子围起来的 是一块布再围起来 现在是整个围 整个变成一桶这样子 一个桶状的 所以过去来讲的森群 是要这样子一块布 要你把自己包起来 要围起来 不像是现在藏传 总之呢 当时呢 就因为很多在家人就觉得 吴比丘的穿着 怎么跟在家人的 这些商人在家子弟一样 有钱的在家子弟一样 所以当时呢 佛陀就对吴比丘就说 从现在开始 就是你们现在你们穿的裙子 就必须是要非常的整齐 要很这个平均整齐 不可以有这个有长有短 要非常的平均整齐的 这样一个森群 这个我猜应该大概就是佛陀所制的 第一个一个 第一个规矩吧 第一个戒吧 这我并没有做特别的研究 这我并没有做特别的研究 但从这个这个绿典来看 从又是吴比丘最开始的来看 之后我们看到绿典里面记载佛陀成道后 第十三年 就是四众罪 并没有制定 但不代表没有人去持守这些戒条 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因为 就像之前谈到过 就是当时的这种四波罗裔 它是就是不杀不偷盗 等等 这些是所有当时的游行僧 都自然会持守的一种传统一种规矩 所以是大家都在持守 也没有人会这么会违犯 所以自然也就不需要特别的制定这样的戒律 但因为之后僧团出现了很多这些行为非常 行为非常异端的僧人 像是六群比丘 还有十二种比丘尼等等 就因为僧团出现这样 这些非常行为异端的僧人 所以也因此为了他们 就制定了很多的这些戒律 所以从一方面来说 因为六群比丘 十二种比丘尼 我们现在的僧人 听到他们可能都觉得很抱怨 都是因为他们 害得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戒要持守 如果他们那时候没犯那么多的这种错误的话 我们现在也不用持那么多戒 所以可能一方面我们会觉得有一些这种抱怨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 现在在家人和出家人之所以会还是有些不同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恩德 那什么叫做在家人和出家人的不同啊 到底有什么不同 有时候讲讲好像很容易 对啊在家人出家人就是不同啊 好像很容易分别 但是有时候仔细想想 其实也不容易分别 所以这里我想引一段这个法王米菊多杰 第八世法王米菊多杰的一段话 他有在讲到说 他就觉得说要分辨出家在家是不容易的 他说 他说不是因为对佛教的内容了不了解 来分辨在家人或出家人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在家人当中也有很多了解这个经典续典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 懂得佛法的就是出家人 不懂得佛法是在家人 同样 你也不能够以这个僧 有没有穿僧服从外相上来分 因为米菊多杰说 在五浊二世的时候 也有很多这些在家人 他披着出家人的僧服 所以你从外在去看 好像是一个出家人 穿着僧服 但他其实内在只是一个在家人 所以你也很难说到底他是怎么样的身份 同样你也不能够从他的客颂 或者他的禅修来分 因为也有很多在家人 他会做客颂啊 他也会做禅修 因此 出家和在家人的 怎么去分呢 可以分得出来吗 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呢 这时候米菊多杰说 主要的分别在于 出家人是彻底的 他对于这种世俗的享乐 是艳离的 他是这样子的人 而且他是少欲知足的 而且对于在衣食上 都是非常的简朴的 非常知足的 还有他的身口意 随时都是保持着这个正念 而且保持着正知 而且非常的小心跟谨慎 对于什么小心跟谨慎呢 就是对于再小的恶事 也都非常非常的小心 小心到什么呢 就像是 这个婴儿的皮肤是很嫩的一样 你知道像 抱着一个小婴儿的皮肤 小婴儿一样啊 你要保护婴儿的皮肤 不被任何的东西碰到 因为就会碰伤一样 所以保护自己的心 就像保护这个婴儿是一样 婴儿的皮肤是一样 这种感觉 换句话说 他对于这种 不造恶 他是非常非常的担心的 非常非常的注意的 同时呢 所谓的出家人是什么 他是完全对别人是没有嫉妒的 他也不会总是 他也不会去看 别人的这个问题的 去说别人的不对的 然后他是尽量的调伏这个自己的傲慢的 调伏自己的烦恼 尤其是调伏自己的这种傲慢 而且呢 他自己的行为 因为是非常的善 非常的好 所以他能够吸引到 比如说是人了 甚至是这些非人 只要看到他都能够相信到他 他都会说 哎呀 你真的是上师 真的是一位大德 真的是一位善知识 我要皈依你 我要顶礼你 不皈依不顶礼你 还能皈依谁呢 顶礼谁呢 然后希望我也能够 希望你能加持我 希望能成为你一样 总之呢 所有的人见到他都非常的羡慕 想要变得跟他一样 他成为了所有人羡慕的人一样 这才是出家人 这才是所谓的大德 这才是所谓的修行人 这就是米绝多姐认定的 这就是出家人 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的说法 你看 所以出家在家不是因为思想上 也不是修行上 也不是服装上 而你看到可以是真的在戒律上 而真的是在戒律上的持守上 有没有做到 就是因为戒律能够持守经验 而且是这种可以说道德非常的高尚 所以真的成为了这样一个出家人 这也是为什么 所以戒律律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大乘经典里面就有提到说 提伯达多 还有像乌陀仪 其实是佛陀的化身 但是从历史学家上 从历史学来讲 说佛陀的化身 这种说法像传说了 但是从佛法的上 角度上来讲 你就会懂 它其实是有意义的 因为这是在讲说 绿点的重要性 好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 所谓的这个别解脱界 或者说这个波罗提木叉 那这个波罗提木叉 还有巴黎文 还有这个泛文的不同 还有这个泛文的不同 那它也叫做戒经 也叫做戒本 它指的总之就是 这个将要进入这种 森茄的比丘比丘尼 要应该遵守的这种规则 还有可以说戒律集中起来的 这就叫做波罗提木叉 就是戒经跟戒本 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250戒 或者说更多的这些戒条条文 这就是戒本戒经 但是呢 这里面并没有包括 这个以僧茄为主体 而举行的那些结模 结模的内容并没有包含在里面 好 那么就讲到这个戒经 戒本 就是波罗提木叉 那它在藏文里面翻译的时候 它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那么在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 翻译的无构有论师撰写的 对不起 藏传佛教里面一个 无构有论师撰写的 五十卷的别解脱经 《广世律极论》 当中有提到 波罗提木叉有三种解释 第一个 波罗提就叫做个别 就是你自己 自己 木叉就是解脱 波罗提木叉嘛 波罗提就自己 木叉就是解脱 所以它的意思合起来就是个别解脱 就是你自己解脱 意思是说 持守戒律的人 个别你自己就能够从恶道和轮回中解脱 所以你自己个别修持 持守就能解脱 其他人 其他某个人 他如果能够各自他自己 能够持守戒律的话 那个人他自己也能够解脱 这是个别解脱 一般我们说叫别解脱的意思 个别解脱 再来第二种解释 波罗提是第一 然后木叉也是解脱 意思是一样 木叉都是解脱 那这首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第一解脱 或者说先解脱 它的意思是在 在得戒的那一刹那 就从那个之前 还没有得戒的 这个情况中解脱了 那 就来说如果是一个屠夫 他下定决心要宰杀的时候 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实行 但是他真的想要杀的那一念升起的时候 他就其实已经犯了这个戒 那颗 全是病人通见天出的那一 nel 每 abundPI 一个大经济 总之就是起了内 得了内 总是是 那是从反面来说 正面来说 你 trabajando 你实践的那一刻 你也就从未得界的情况中解脱 再来第二个波罗题呢 它是一个方便 再来募差就是 总之呢 波罗题募差就是解脱的方便 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第三种解释 所以波罗题募差就是一种 解脱的方便的一种戒律 那么戒经里面的全部的条文呢 依照藏传的说一切有不律的分法是五类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主要是依据的是 巴利律的这个 巴利律戒经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童叠戒 这个戒本的说法 这里面是分八类 那么也就是 第一个他胜法 这是波罗仪法 再来是僧残 再来不定 再来舍舵 再来是舵法 再来回过法 再来是中学法 再来是灭真法 这样子 总之这里面是分八类 再来是 那这一次是按照这个八例律 所以是分成八类 那么这一般来说 这《踏圣法》《三才恩法》《不定法》 里面又有分很多个内容的 但因为这是森众的戒律 对大众是不适合细讲的 所以只是概括性地说一下有几类 那么但这次主要讲的是 这次是说一切有不的 不只是说一切有不的 而是从所有的 这每一个部派的 总之能够找到的 所有部派的很多的戒本当中的 不同的分类 这个可以说在比较之后的 的一个结论 所以大家可能会更清楚 整个这个情况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呢 是参考了有十八部 十八本这个戒经 比较之后的一个结论 或者说一个表格 那总之先说一下 这次参考的十八本 戒经是哪十八部 十八部呢 第一个是八利律的戒经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八利律的戒经啊 也叫做铜碟部的 或者是铜碟戒本 那一般呢 公认说这个戒经是上座部的 传持下来的 再来第二个是摩荷森奇 摩荷森奇律 那这个在藏文里面是没有的 这是在汉译本当中有 然后在梵文本中也有 这是属于这个大众部的 一个律本 再来是五分律界本第三个 它也有这个广律 它是汉译 它是属于化地部的 那这个化地部 这五分律 它是属于化地部 那这是八利文章 Mahimsa Saka这样子 再来第四个是四分律界本 它是有广律 是汉译的 然后它是属于法藏部的 再来一个是解脱戒经 它就是一个 它是只有戒本 它是没有广律的 它是只有这个汉译 它是属于部派中的影光部 那上面这五部呢 就是每一部派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属于上座部啊 大众部 化地部 法藏部 还有影光部 这每一部 它们传承下来的 它们所传持下来的这个戒经 所以这一类的这五部 是这一类叫做每一部派的 它们是传承有它们那一部的戒经 再来的是几部戒经 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 那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经呢 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它的戒本有许多不同版本 一个是敦煌本的戒经 它是汉译呢 最早的一个戒本 再来第一 再来一个呢 就是 比奈耶 或者叫比奈耶 它叫做 就是也叫 别名叫戒因缘经 再来 再来一个是 十颂律 然后再一个是 十颂比丘波罗提 木叉戒本 再来一个呢 也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版本 叫做 梵文戒经 它是一位学者在 叫做 贝里欧 他在这个西域 就是新疆那边发现的 后来有一位叫做 贝诺 这个学者 他教队出版 在1913年的时候出版 所以上面这五本 你可以看到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 这个戒本 上面的之前提到的五本 它是不同部派的五本戒本 所以都很 都很珍贵 那后来的这五本 可以说都是属于某一个部派的 所以 虽然是五本 所以 但是可以说 最有价值的 相当是前面的那一本 就是敦煌的 敦煌的那一本 虽然是五本 但是价值上 就是相当于 前面的 就是每一部派只有一本 那个是更珍贵的 说一切有部里面是五本 它其实是不同的版本 这个意思 再来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 这个戒本 那么 这个是 第一个是 这已经是第十一个戒本 是梵文的根本有部的 绿戒经 它是有一位这个学者 他从 克圣米尔 他就是从克圣米尔 这现在是 因为克圣米尔有属于巴基斯坦境内的克圣米尔的 克圣米尔 所以总之在这个里面 叫做吉尔吉特古塔 Gilgit这个地方 发现的一个写本 总之呢 在这样一个 吉尔吉特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塔里面 所发现的一个写本 再来第十二本 是根本说一切有部 绿藏的 说一切有部绿藏意的这个戒经 藏文翻译的 再来是汉译的 也有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经 再来一个是翻译名义大吉 它并不是一个戒经 但它是赞普时代那时候编辑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像字典 它有泛文 这个赞文 汉文 这样一个比对的 这样一个像字典 所以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些 这个甚至各种的名词 各种的借条 所以很多的学者 也参考它作为一个研究的 一个重要的文献 再来还有一些是 它不是戒本 但是呢 它就像是戒本一样的 它主要是一些佛经 首先一个是叫 幽波里 问佛经 那这个是有汉译的 还有它有范本 它不是绿典 但是呢 在这一部佛经当中 也有提到 而且跟这个 这个戒经里面 一样的很多的这些条例跟内容 甚至很多学者 会看到说 这个幽波里 问佛经里面的 看它里面的内容 甚至可能是 另外一个部派里面的 某一部戒经 总之还有待研究 再来一个是 《律22明了论》 它是由真谛所翻译的 这是汉译本 它是代表了正量部的 这个绿的一部注释 再一个是 《避处无法经》 这是一个印度的论师 叫法天 他所翻译的 他是宋朝时候 所翻译的 最后一个是 《大乘的涅槃经》 这里面呢 因为也有提到 这个别解脱的一些这些借条 所以很多学者 也把这一部经验放进去 那这里呢 可能要做一个说明 那上面我们刚刚可以说列举了 这十八种文献 那其中包括了哪几部 有西兰的 这个斯里兰卡西兰的上座部 大众部 画地部 法葬部 引光部 说一切有部 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 很接近这个说一切有部 所以如果这个不算的话 就变成七部 就根本说一切有部 因为很接近 所以根本说一切有部 不算的话 那么就变成只有七部 但是呢 这是我们要加上 幽波离问佛经 因为它很显然跟 其他这些布派的作品 那些稳献内容都不同 所以如果再加上它的话 可以说 可以说是有八个布派的 这些有关戒律的 这些资料都有了 那么大众部的这个文献呢 只有这个三起律 那么其他文献留下的非常少 所以这本呢 非常的珍贵 这上面是针对着十八个文献 简单做个介绍 好 那我们大概休息 三十分钟 好 那么刚刚谈到说 不同部派有这样的 许多的戒本 有这样的十八部 然后许多学者 就从这样的十八部主要的文献 做了比对 也就是这样的别解脱戒当中 有刚刚的 可以说八类的戒当中的细节 然后的数字上 条文上 有哪一些不同 做了一些比对 那这里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主要是 过去有一些学者做了比对 总共有七个不同的这些对照研究 就针对上面那些戒本做了比对研究 一个是1926年 这个场景 真情 这位博士 他在一个宗教研究 这个一个 著作当中 他所发表的一个杂志当中 发表的一个 诸步戒本的对照研究 再来一个是1926年 一个叫瓦尔德·施密特的 《比丘尼戒经》的比较 再来是1927年 何时哲郎博士 他的原始佛教之实践哲学 这个里面 也有针对那些 不同戒本做了一个比较 再来是1928年 西本龙山 这样一位法师 他也做过一个 他也发表了 这样的一个对照表 西本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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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是第五个比较表 是由一位日本学者叫赤爪至善 他写的一个波罗提木叉的一个比较 同样的,这位学者在1940年 他还发表了一个诸步戒本这条的对照表 再来第七个比较表 是1955年西兰大学的一个帕舟博士 他发表了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比较研究表 所以接下来呢,会有一个给大家看的表格呢 也就是上面这些学者们 依据上面的这些学者们 他们的这些比较表 所整理出来的,整合出来的一个表格 那主要是出自于一个日本的学者叫平川章 他著作的一个叫《绿藏研究》这部著作当中 他就整合参考上面的七篇对照表 整理出来的 所以上面七篇的对照表 大概是有六个这个智者 所以平川章这位日本学者 他在《绿藏研究》这部著作当中 他就结合了整合了上面的这些参考上面的对照表 之后整理出 后面的一个接下来这个表格 那么依照这位平川章先生的说法 指令来说有两百五十三条界 就是说以总数来看的话 每个不同的布派之间 每个布派他们的条数都是不相同的 没有完全一样的 除此之外呢 说一切有布系统当中 有两个流派 也有两个流派 然后根本有布律当中 也有三种不同的流派 三种不同的说法 所以就是说 说一切有布当中 也有两种不同说法 根本有布当中 也有三种说法 所以他这样子的比较结论出来 一些学者就看到说 大概是后世 大概有一些人加了一些主观的增加 和一些改变 就是这些借经 因为就是有后世的一些增加跟改变 所以就是在佛陀之后 那么也有许多可能一些人 一些僧人 他们就自己加了一些内容在里面 小 그걸说 然后刚才子结缓 现在有许多了 跟实模式面语 hem теперь进化了 接下来 再贵出前进化了 没什么 接下来 不应该存在 没什么 没 тем trump 自能 在 但是呢 其实也仔细来看 也并不是完全是这样 因为从整个所有绿的条文的数上来说 就是说在重要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只有在这个波逸体法 那里面有两条不同 就是说 比如说在波罗仪法 生产法 不定法 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部分 可以说都是 大部分都完全一样 那么只有在波逸体法上 有两条不同而已 所以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所以平川章认为说 所以大概其实这些 接近 它应该都是从一个共同的 这个源头发展出来的 它最主要的条数不一致的 主要的来源是在哪里呢 是里面的重学法呢 是比较不一致的 所以也就是说 并不是整体性的不一致 才导致这个总数不一致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八 八类是哪八个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 叫做波罗仪 还有这里有巴黎文 还有梵文 这里就不多念了 那这个波罗仪法 我们看到在所有戒经 所有戒本当中 都提到 比丘是有四条 那这里就不细说 是拿四条了 再来第二个是 生残法 也是一样 你看到 刚刚说不同的戒经 这所有阶级里面也是提到 比丘有十三条 接着第三类是叫不定法 一般在藏传说一切 有不五 律里面 不定法是放在舵法里面 但是不定法在这里 是另外提出来的 总之呢 不定法呢 在这里 在其他戒本当中提到的 都是比丘有两条 但是呢 特别的是在 又不离问佛经 还有佛说必处无法经中 并没有出现这个不定法 这一类 并没有 这一项是没有的 再来第四类 是叫做舍舵法 也是所有的戒本 所有的律当中 都是提到有三十条 这没有特别的差异 没有不同 所以我们刚刚说 不同差异 不同的戒本 的不同差异 就是说 大概几类是差不多 但是就每一类里面的 有几条会有些不同 这样你可以看到 目前都是差不多 每一类里面 有几条也都差不多 然后再来到了 就是波异体法 就刚刚说 就是舵法 有一些些不同 它有九十二条 九十一条 跟九十条 这样子三种系统 三种传统 系统的说法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九十二条的 说的有 这个巴黎律 就是铜碟戒本 还有 森奇戒本 大众部森奇戒本 还有幽波里问佛经 还有佛说 必处无法经 四分戒本 十颂戒本 等 这些说一切有不律 还有根有戒经 解脱戒经 对不起 幽波里问佛经 和佛说必处无法经 是这样子 这些是九十二条 再来四分戒本 十颂戒本 等说一切有不律 还有根有戒经 解脱戒经 还有正量部的 律二十二明了论 是有九十条的说法 那么在藏传的 这个根有律当中 谈到说 这个堕法是有九十条 但是这里提到的是 有九十一条 所以是不是这里写错了呢 还是是怎么样呢 那可能是其中 有一两个的这个条例的算法不同 这样子 另外有一个九十一条的说法 就是五分率当中是提到了九十一条 是这样子 那再来是第六个是悔过法 那这是比丘是提到有四条 那就其他戒本当中都是提到比丘有四条 再来中学法 这里各个戒本的说法呢 几乎都不一样 几乎全部都不一样 比如说巴黎文 巴黎的同谍戒本是七十五 这个大众部的摩合森级律呢 是六十六条 幽波黎问佛经是七十二条 五分戒经 还有四分戒经 五分律跟四分律是一百条 再来解脱戒经是九十六条 再来实诵古本和实诵律本 一百零七 还有根本有部律中 汉译是九十六条 梵本和藏本是一百零八 梵本和藏本 对是一百零八条 但是呢平常我们说 就是藏本 平常我们都说是一百一十二条 但是在这个表格中 却你看到他写的是一百零八条 不知道是不是写错了呢 还是是怎么 为什么会写一百零八 再来最后的八类是叫灭真法 那这是在所有的戒本中 都提到是有七条 但是在幽波黎 这个问佛经 还有六二十二明了论 还有佛说必除五法经中 并没有提到这个第八点 那所以上面是说过了 那就是这个表格 那下面再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表格 有准备 那这个表格 好 一 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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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表格 所以横的 这是波罗仪 生残不定舍舵 波罗仪迪回过 众学灭真等等 然后最后一行 二二七二一八二一五 那是那个总计的 这个戒律的条例 然后 再来左边的 这个直列呢 就是 首先是八例的 通牒戒本啊 森吉戒本啊 幼波离问佛经啊 等等的五分戒本 然后解脱戒经等等 不同的经当中 不同的这个 有几条 里面有几条 然后加起来最后是 总计有多少条这样子 然后再来下一行 下一页这里是说 敦煌的这个时送古本 那他比如说最后 加起来是有 257条戒 那像这里有一个263的这个加起来总计263条的这个都是 就是 就是 十送戒本 那他有不同的版本 有汉译的 然后还有范本的 总之 加起来都一样都是263个 258的接着这个是根本 说一切有不得律的范本 还有藏文本是258个接 谢谢 谢谢 然后再来是255个总数的 那个是翻译名义大吉 然后再来是律22明了论 然后再来是大涅槃经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就是佛说必处无法经 是有195条等等 那所以这就是 会看到这里面的这个我们说一切有不的这个借条 里面这里是谈到一百零几条 这跟平常我们就是我们会说一百一十几条的说法是不同的 但这里这个表格就像刚刚说的 它是由日本学者这个平川章 在这个《律葬研究》这部著作当中呢归纳出来的 当中呢 总之按照这个评传章的说法 这个巴黎律 统叠戒本里面来看 比丘有227条截 比丘尼有311条 再来依照四分律来说 比丘是250条截 比丘尼是384条截 253条截 264条截 比丘尼是264条截 这是如果按照藏传佛教的说一切有不来说的话 那么在一些学者来说 在其他的 你看到一些绿本中 这本中条数都是有一些不同 但是在像是波罗尼啊 僧蚕舌 舌舵 波液体 这些重要的条文上 你会看到所有的戒本 纳致是一样的 这表示什么 就是说 其实这些戒律 在原始佛教那个时代 都已经是确定了 就已经确定下来的 那这里我附带的提到的 引用的就是藏传佛教会引用的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于差别论中的一段内容 这里就有提到说 大义就说 十八部派 从最开始受戒 再来领受 持守 然后再来环境 然后再来念诵这个戒 然后最后舍戒 每一部派都是不一样的 这萨迦班智达又这么说 甚至很多在这个部派是开始的 在另外一个部派却是这个禁止的 但是从我们现在能够拿到的这些文献 这些各个部派的戒本 你会看到说 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学者的研究下来 看的是并不是由像萨迦班智达这里面所说的那个样子 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因为西藏赞卜时代呢 那时候制定了规矩嘛 他说翻译 只准许说翻译 说一切有不得律点 但当时是不是真的有制定这样的一个规矩 这还是 还是有争议的 但是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 赞卜时代 规定只准许 翻译说一切有不得律 但也的确 你看到现在藏传的甘注尔大藏经里面 也的确只有说一切有不得律点 所以总而言之呢 总之藏族的学者或者大师们 他们的确是很难取得 其他的不同的这种部派的戒本 去做研究跟比对 所以呢 比如说萨迦班智达这段话 大概也就是只是可以从一个别人的说法 一种听说而来引用的说法而已 所以尤其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都是很方便 各种语言 大家可以这种讨论 然后进行佛法这种研究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 就只是传统怎么说 那样子继续去 继续去那样子 依照传统去说 我觉得应该 这时候可以跟 打开心胸去多做一些研究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的确我们以前会觉得藏传佛教 我们就是说一切有不虑 那的确我们很难说 十八部里面 哪一些是真实的 哪一些是假的 我们也没办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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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时阿底侠尊者就说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 这个无分别的 就佛教必须是 非常融合的 这样子来去修持 什么叫做四方融合 的修持 很多不同解释 这种意思就是说 你要所有布派都 不要太 太这种偏思的 而是所有的布派 你都必须融合的 接受的去 去修持 那这也是 阿底侠尊者 他的性格 他也是对所有的布派 都非常的这种尊敬 所以这也是 噶当派的 一个 一种说法 这是我们 佛教 我们必须是 要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融合的 然后是 不分别教派的 全部都是 佛陀所说的教言 都是 真实的 应该去尊重的 带着这样的心 去 去学习 总之呢 我们 如果 了解了 好 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 自己布派的 这些内容的话 同样我们也能够 也就能够更好 了解 其他布派的 这些内容 总之呢 这里按照了 这些日本学者的 说法 这些智戒呢 总之 前面我们谈到了 许多戒条 这些戒条 都是 随范 随制的 从这些戒律 这些智戒的 情况 我们其实大概 都可以看到说 过去的 到时候 那个时候的 住处啊 他的活动是怎么样 还有 三切的生活的 发展是怎么样 大概都能够知道 因为这些戒 都是随范随制的 所以从这些仪式规定 也可以看到这个 三切的生活的 这个 可以说 发展的 这个情况 所以 戒经呢 他的 可以说目的 跟他的 意图是什么 就是对于 这些比丘们 他们整个生活的 集体生活 进行 做到一种 组织的作用 而在这个 发展过程中 他还是慢慢 逐渐的 这些规定 逐渐就形成了 这种 戒经的 条例 慢慢就形成 这个戒律的 体系的 然后佛陀呢 在他 这个原籍之后 他也并没有指定说 他原籍之后的 教主 是谁 所以 森杰中也没有 这种 所谓统治的 统治者 这种绝对权威的 统治者 并没有 所以当时 的确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在住在 同一个地区 同一个地方的 会存在有两个 森杰的情况 那结果 这两个森团的情况 就会成为争论 就会争论 互相的争论 所以因此就会 的确会分派了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为了要维持 这种森杰的和合 就必须要有 这种森杰的结膜 就很重要 那为什么呢 因为结膜的意思 就是 可以说白话就是开会 就像这种 议事 开会 所以结膜就是个意思 就是开会 就是大家要讨论 要做一些决定 做一些裁判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 全部的人聚在一起 或者说该到的人 就聚集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来 这个讨论 决定跟做这个判定 那透过了这样一种 大家的森杰的一种 结膜 这种讨论 来促进这种 可以说 森团的森杰的一种和合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讨论 谈一下一个主题 就是这种森杰的一个 叫做领导权的问题 也就是原始佛教的时候的 这种整个领导权的问题 这也是印度学者 叫做戈耶尔 他是怎么认为 他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那佛陀呢 是被认为说是 这个僧团的领袖 那这有什么可以证明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就是要接受了 这个事实的人呢 才可以获准加入 这个僧团 而这个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要 皈依三宝 所以就是说 你要由这个 发起这种 三皈依的誓言 你才可以进入僧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证明 就是 佛陀是僧团的领袖 因为皈依佛 就是以佛陀为教主 的一个 这样一个誓言 然而呢 在当时 就是印度当时 社会环境 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这样的 当时的很多宗教团体 那些宗教团体的领袖和佛陀 差别在哪里呢 就那些团体的领袖 宗教领袖 不仅是 它是 至高领导 然后它 掌控 然后 规范 就是整个团体的生活 它就是 可以说 整个团体的那个领导者 就是所谓的教主 而且 他们呢 也会制定 他们的 继承者是谁 因为 因此 由于当时的 其他所有宗教 都会有这样一种传统 就是当时 他们的领导会 会指定 未来的继承者是谁 所以当时的比丘们 僧团里面的比丘 还有僧团的信徒们 也会提出 会向佛陀提出 这个 这个 继承者是谁 这样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确 我们看到佛教的历史的时候 当时呢 佛陀和提波达多 提波达多 我们会说 他是魔 魔提波达多 藏文里面会说 是魔提波达多 我小时候听到 魔提波达多 我就以为 他是一个魔鬼 就觉得 他好像不是个人 但其实呢 他是这个 佛陀佛陀的亲戏 是他的唐兄弟 总之呢 历史上的确 发生这样的事 就是佛陀和他的 这个唐兄弟 提波达多 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提波达多 当时他希望 他能够被指定成为 继承者 甚至他还直接跟佛陀说 你的弟子就给我吧 我来照顾他们 但是佛陀呢 是拒绝了 当时佛陀的 这样的一个拒绝 可以说是 就是让这个僧团 为这个僧团 可以说开启了一个 民主的大门吧 因为不然如果是这种 君主制的吧 君主制的话 可以说就是 就传承给 这个团体就传承给 这个堂弟 或者就给他的亲人 等等 但是当时佛陀就拒绝了 他的这个 唐兄弟提波达多 而就是 没有这样子答应 而且佛陀 他的认为 他的相信是什么 他觉得一个导师 身为一个导师 他的责任 就是指引弟子 通往这个真理 了物 然后佛陀也宣称说 他自己 也从来不自认为 是这个比丘僧团 是受他指导的 其实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代表了 僧团他是民主的 同样佛陀还对比丘们说 你们要以自己为庇护 你要以法为庇护 而不要以任何外在的 这种代理人 为庇护 这种代理人 都要对了 你能够 这种代理人